高宏安社探案 北院一审宣判七年四个月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还是批评 法院是民进党拍的 讲高宏安的这个案件 最大问题是双标 同样的不认罪 这样的状况在不同的法院里面 一个是轻判八个月不用关 另外一个是重判 王宏威反唱民进党 甚至在节目上为高宏安辩驳 让一起上政论节目的媒体人 陈辉文出面爆料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 和北市议员李明贤言行不一 痛批两人态度人前人后 陈辉文更是火力全开 直接两个人是灭着良心说话 我谴责王宏威跟李明贤 他们是昧着良心在讲话 他们也觉得高宏安处理助理费 怎么会这样处理 现场露营的时候 他们必须讲违心之论 面对指控 李明贤表示尊重 不愿正面回应 直言评论说法一致 而王宏威则反批陈辉文 严重扭曲 陈辉文应该是有 非常大的一个扭曲 我们下节目之后 非常短暂的 李明贤还在讲说 办公室的零用金从哪里来呢 他是那个通告费 我也有讲说 我的零用金从来不会让助理来出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到陈辉文的嘴巴里面 会变成这样 而高宏安涉探案 一审背叛有罪 引发舆论 如今就连政论节目来宾 对于时事解析 也意外扯出两套不同逻辑 三立宣告知马月魂台报道